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华为汽车电子网站局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歪歪教育 6734-7179房间 每天晚上现场直播的高级汽车电子技术培训 咱们这个课程培训呢 历史是两年 第一年呢 是电子的基础课 基础课呢 包括了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加上VPU编程 这个课程呢 是让大家系统掌握电学的基本知识 系统的掌握电学的基本知识 像今天呢 有一个学生问咱们那个王老师 说我们要学说 说那个家长说了啊 说我要让孩子学汽车电器 学这个哪块有焦灯光音响 这种汽车电器的 然后呢 我跟王老师说 你跟那家长说 你把电子学完了 那汽车电器的图纸 不用焦都会看 那叫无时自通 后来呢 那个家长说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我告诉你啊 王老师可以负责 那如果你要不学电子 直接去学汽车电器的 去学看图纸上 能不能学会 可以 我告诉你 会非常的累 而且学会看完之后 也是看表屏 你看不着 然后啊 就是你更多的联想 你联想不到 然后呢 当你学到一定程度 还得回头来学电子 但你学到一定程度 还得去回头学电子 电子电子 知道吗 是倒着走 就这一步 你是永远都迈不过去的 这一步 就现在我跟你讲一东西 你只要你干汽车 电工跟电相关的 你永远都得学 早晚早学晚学 你都得学 所以说呢 我告诉你啊 看懂这种图 你要真能懂这个里面的含义 真能懂里面含义 汽车图纸 不用教 你就会看 不用学 就会看 这老师呢 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呢 老师是这步过来的 是从这过来的 汽车图纸 一天都没学过 我就会看 没有任何人教 好了啊 那么今天呢 在讲这个课之前呢 老师开始教一下反馈 反馈是 是指 将 放大器 输出 通过 反馈 网络 通过 引导 到 放大器 放大器 输出 然后呢 改变 放大器 某些 性能 改变 放大器 某些性能 啊 反馈是指啊 将放大器 输出 通过 反馈 网络 引导到 放大器 出 然后改变 放大器 某些性能 然后呢 反馈 分为 正反馈 和 负 反馈 两种 啊 其中 重反馈 一般 用于 正反馈 正反馈 一般用于震荡 一般用于震荡 电路 整形 电路 不反馈 一般 一般 用于 稳定 放大器 工作点 反馈 先把这定义 写下 快手的同学啊 有要听课的 加关里面 微信啊 本课程 为收费课程 这种课程 你只要 看汽车电工 早晚 你都得学 啊 这种课程 看汽车电工 早晚 你都得学 啊 刘伟 M同学 是直播 啊 刘伟 M同学 是直播 目的 寫完的告诉我 完了是吧 有了好啊 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这个电路叫风鸣器 这个风鸣器呢 这是咱们做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电路啊 已经做完了 喇叭和里面这个电子元器件 我现在通下电 看到了吧 听到这个声音了吧 什么叫风鸣器 就是通电它一直叫唤 就这个声音 这种现象 这个就是风鸣器 通电发声 那么呢 咱们现在看探讨一下的啊 这个东西是怎么发生的 没有抄完了 快点抄啊 老师准备一下吧 你再给你们讲 下面的内容 因为这个东西呢 很难啊 老师先告诉你 提前告诉你 不要不重视 就这么几个件 其实很难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不要看就这么几个件 再给大家一分钟之间 马上抄完 啊 不用加下流电阻也行啊 只要电压低 不用啊 好的 取完了啊 我们开始 对就这个图字正大了啊 老师现在开始给大家讲这个图 这个图呢 我会编讲 编给大家画啊 这幅图呢 看这种电路啊 要从通电的一瞬间开始看 通电的一瞬间 这个三级管是PNT的 这个三级管是NPN的 PNP呢 是G 它的这个G 它到底能不能导通看G 那它这个NPN能不能导通 是不是看这个G 是不是在这呢 整个信号点是不是在这 所以通电的瞬间 各位同学 我问A点的电压为几幅 通电瞬间 A点电压为几幅 告诉我 0.5到0.7 还有不同意见吗 你们完全可以算出来通电 A点电压啊 通电瞬间 A点电压 大概在0.3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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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是0.3伏 第一步 通电瞬间 电流 电流 1 21 是 C1 是 22 是 喇叭 入地 然后呢 就是 喇叭 为 电容 你转入 你转入状态 所以 A点 电压 为 打开 0.3伏 啊 所以 A点电压 大概在0.3伏 啊 然后电容 这个有问题吗 没有 老师跟着思路啊 老师只讲一遍 啊 首先说 通电瞬间 电容是什么状态 是不是转入呢 是吧 我先问 电容是不转入 到任何时候 通电的时候 电容都是转入的 好 此时 正极 晶 R21 下来 有一个人说 不是给三级管吗 哦 再给三级管 提供电压 同时现在电容是转入的 那么好 转入 那我通过啥呀 通过 1K电阻 通过啥 这块 这块什么 8欧姆 8欧姆 是不是跟 跟10千比的话 8跟1万比 是不是8可以忽略不计啊 这10K的 误差都比8欧姆要大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个8欧姆 其实它就等于导线 它啥都不是 它就等于一个导线 它啥都不是 就是等于导线 其实它就等于 这个红路 这一个红硕 电轴 就这样过来的 实际是等于 10K跟1K的串联 这块A点的电压 10K跟1K串联 大概占十分之一 是不是十分之一 电源电压 0.3V就这么来的 对吧 跟住思路 小电路 大 小电路 大知识 对 11比1 那你干嘛 你给我算一下吧 3辅的11比1是多少 你给我图图 3除11 大概多少啊 因为我不会算啊 3除11不好算 口算 0.27是吧 然后第二步 电容 C1 逐渐 充电 然后呢 两端 电压 逐渐 升高 当 电容 电压 大于 0.5 电源电压 达到 0.5 10 A点 A点 电流 开始 为 三级管 提供 提供 积极 A点 开始 为三级管 提供 A点 它为三级管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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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 天智 减量 提供 提供 开始 轻微 导通 第一开始 轻微 导通 此时 提二 由于 提依 导通 导致 导致 提二 扼道 天智 啊 提二 也 轻微 导致 曹 彭 飞 同学 是直播 啊 提一 是不是 是NGM 你看呢 T1是不是NGM 你看呢 你看 你使劲你猜 咱们三级管实讯呢 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电路了吧 怎么也得有十个电路了吧 我认为 现在呢电路图 NPM和TNT还分不清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电路符号的NPM和TNT还分不清 是什么原因 就说你是个大学问家 中国字还不认识呢 我准备要写小说了 我准备写月子 月子呢 这个字呢 我不会写 这事你怎么讲 好了啊 老师跟大家主见 跟大家说 通电瞬间 那现在红色的电流呢 第一步已经这样过来了 现在呢 通电瞬间因为电容是短路了 随后电容开始打量 通电 电容两端电压开始上升 就是电容4E逐渐出面 当两端电压逐渐升高 当高达0.5V时 这时候 这次电压达到0.5V了 这时候呢 经过10K的电流 哦 看看啊 这个我又再给你画蓝色电流 经过10K的电流过来 一下子 打通三极管 对三极管提供正向的偏击 此时呢 T1由于得到了正向的偏击 那么这次T1开始导通 那么T1导通呢 实际上呢 就为T2提供了一个正向的偏击 对不对 啊 为T2提供了偏击 那么T2呢 再得到偏击 然后T2也开始导通 而且呢 他俩都属于轻微导通 因为10K过来的电流很小 对吧 10K过来的电流很小 啊 然后的话呢 他推动了T1导通 T1导通 拉动了T2导通 但是呢 他俩都属于轻微导通 听懂了吗 他俩都属于轻微导通 对 喜欢了吗 好 这是第二步了啊 然后第三步 他俩相互 吐的吗 他俩相互连通吗 他俩相互连接的 这是第二步了 然后呢 老师在这块打个B点 自助跟住啊 不要 我说哪 你写哪 你就想哪 就得了 不要 你们不要瞎想 不要忽思乱想 忽思乱想 容易走火入魔 现在我说了 现在这个T2导通 B点 开始有电了 这点明白吗 这B点开始有电流了 是吧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T2 轻微导通 有电流 流经 喇叭 再喇叭 两端 平行层 变压 及 B点 变压 升高 及B点 变压升高 来 B点 定压升高 这第三步 讲到了B点 定压升高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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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点 电压 与 电容 C1 发生 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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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联联 然后呢 大电流 大电流 串 串 1 注入 到 T1 到 发射 T1 使 T1 完全 导通 T1 导通 增强吧 就完全 导通 增强 那么T2 完全 绑通 B点 电压 接近 电源 电压 喇叭 此时 流过 电流 最大 快手 这老铁啊 想学汽车电子的 全中国 满老师告诉你 你没有第二个地方 而且满老师还告诉你 满老师的课 不是你想听就有的 像这种课 两年只讲一回 赶上 就是赶上了 有一层员呢 可能认为讲这东西不重要 跟修车没关系 没事 当你 因为有关系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 也不急 也不迟 也不迟 希望那时还有人 你像前天 有一个许言 是咱们那个 四维杨潇那块的 一个许言 给我发了个许语 用他名头打着 四维什么什么 就咱们杨潇那块的 杨老师那里 然后问我 说我想学汽车电子 我说行 报名吧 他说 你讲这么多了 我估计学不 我估计跟不上 我直接就回一句 2022年再来吧 因为一堂课没有听见 自己估计不行了 估计学不上了 那我就 你就2022年再来吧 一句话 就给他说一句话 你说我肯定顺着你来呀 我不可能告诉你 你没事没问题 你只要想学都能学 他没想好之前 没有准备好之前 你劝啥都没有用 你劝啥都没有用 因为老师不懂 腾计科朗没玩过 他爸妈弄了 因为我们很 因为原来他是 是咱们学员嘛 毕竟有这份 有一层 这一层 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好了 那么咱们把这个过程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T2轻微导通 导致B点电压上升 因为B点原来是零伏 然后呢 T2导通之后 有电轴流过来了 有电轴流过来了 是吧 跟住思路啊 咱就讲这一遍 然后你看不像就不懂 有电轴流过来 所以B点电压才升升 这个时候啊 B点电压等于是正 这对吧 B点电压等于正 这时候看好啊 正 负 正 是不是B点的电压 加上电容的0.5V 同志过来的电流大不大 用B点电压一升高 导致了流金T1的电流加大 看到吗 啊 所以啊 此时B点电压 与电容C1发生串联 啊 就B点的电压 与电容C1的电压 两层电压发生串联 啊 哎 这个时候呢 大电流经C1注入到T1的发射级啊 就大电流经C1注入到T1的发射级啊 决定说那怎么能大呢 哪大呀 10K流过的电流和1K流过的电流谁大 啊 你想想那肯定1K电流大呀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因为啥呢 有了大电流的注入 注意啊 有了大电流的注入 T1完 T1导通增强 是不是 T1导通增强 T1导通增强 拉动这T2 那放大倍数很大 那T2是不是完全导通 真的 T2是不是完全导通 哎 完全导通 啊 那么这个时候 啊 B点的电压呢 完全上升 能达到多少幅 能达到 接近三幅 啊 因为T2一旦完全导通 就B点电压 两头就是喇叭电压 是不是啊 啊 喇叭就开始充电了 此时喇叭流过电轴最大 这是第三步 没问题吧 没有 好 那咱们进行第四步 跟住 跟住思路 哦 马上就完事 到第四步 一点 电压 在三幅时 啊 B点电压在三幅时啊 应该不能上啊 B点电压在身高的同时 所以 为 为 E 缓掉 充电 好 用B点 1 C1 充电 下阵 上阵 最高 最高 最高成长 2.5伯 最高成长 2.5伯 当 电邮 通 充满电 当电邮充满电后 充满电 电流 消失 充满电 环环 关 电耳 电熬 マ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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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声音 由完整导坑 变为轻微导坑 确实 弊点变压 这是第四步 为什么2.5啊 我一会儿告诉你为什么2.5 你先干呢 小电路大智慧 1k不用那就是加大充电电力不买 效果告诉我们呢 1k电阻改变震荡频率改变 叫声改变 快充快放 慢充慢放 改变电阻就改变充放电速度 改变音量 改变频率 平点三十分一会儿再说啊 你们所有的问题一会儿解答 先跟着我这儿的思路 来往前走 好了 咱们说一下啊 B点电压在升高的同时 就B点电压在上升的时候 因为A点电压永远都0.5了 这对吧 也就是当B点的电压只要大于0.5 电容的急性是不是就变成下正上负了 啊 你上面虽然0.5 但下面已经0.6 0.7 0.8 0.9 1V 这B点电压啊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啊 2V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因为电源电压最高3.0嘛 它就整个电压全压下来 就把3.0浮时 啊 也就这一头是3.0的时候 给电容肯定是要充到3.0 那再一头是0.5啊 电容充电多少 电容是不是充电就充了2.5V 充了2.5V 你注意 也就是说人在最疯狂的时候 就已经到尽头了 什么意思呢 当电源电压达到3V 开始给电容充电 整个充电电压都是很大的 但是电容它有充饱的时候 电容一旦充饱 底下这个3V 就是说它两段电压充到2.5V 一旦充饱了 这个绿色电流是不是就没了 绿色电流就没有了 这就充满了 这就没了 没有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由于这个充电的电流消失 现在这部分电流没了 就是你看到这部分 这时候呢 它的这个T1导通 完全由10K提供电流 那么1K提供电流 和10K提供电流 哪个大呀 那肯定1K大 10K小啊 所以说T1导通 你开始减弱 那么T1减弱之后 T2的导通 是不是减弱 T2导通 你减弱 你可要知道 T2导通减弱 就导致这个电压 由3V开始下降吧 是不是B点电压下降 这对不对 是不是B点电压下降 我就关心你下不下降 剩下多少不跟我没关系 我就关心下不下降 下降不 下降就完事啊 咱们目的就达到了 好了 一旦下降之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 多米诺效应 就开始出现了 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出现 那一套雷索反应就全出来了啊 第五步 第一点 电压降低 降低 此时 电容 第一 电压降低 电压 电压 此时 电容 C电压 大于 D压 电压降低 最一 通过 二二 是 喇叭 将 定一两端 定一 施加道 T1的发射结 造成 T1发射结 反天 T1 导通 截指 T2 导通 截指 喇叭 断电 喇叭断电 实践 实践 啊 吟音 自身 下证 上座 变压 是下复子变压 行 目部 电流 是 不能 通过 广 都 导致 发射结 实践 实践 退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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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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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电容这回厉害了啊 我这正级在这 我负级是不是在这 看好了 电容老子的正级在这 老子的负级在这 老子的正级出发 从这出发 你B点不低吗 好我从这出发 下来 不可能往上走对不对 他只能往下走 过来 这样 要回到自己的负级 回到自己负级 这出急性加的是下照上复 是不是发射节反偏 C1两端的电压 施加到T1的发射节 造成T1发射节反偏 T1导通截止 是不是 下正上复导致他反偏 一下就给你掐死 这啥意思 就不让你通了 他就给你断开 就不让你通了 T1不通 T2还好意思通吗 T2就不通了 对不对 T2不通 然后实际上呢 C1自身的下正上复的电压系 内部的电流 是不能通过T1发射节 释放的 就是啥意思呢 我C1啊 我有很多想法 我想把自己的正级 我回到自己负级 但他能回去吗 我自己的正这么早 回复能回去吗 根本回不去 因为这个位置是个二级管 对不对 你根本回不去 但有我伟大的梦想 我怎么能不能实现呢 我想回 我回不去呀 实际不允许啊 这条道被人堵死 被二级管堵死 你回不去 只是施压那个电压而已 那么这个里的电 你不是下正上赋吗 好不要紧 咱们的正级从这来 一点一点的感化你 一点点感化你 一点一点的 他通过反冲 因为他毕竟上面是高电压 就是 你这边毕竟 就下面毕竟是低电压 因为B点没电了 你这块毕竟是低电压 上面毕竟他是 就是说 从上面来的电流再小的 也是三伏的电压下来的 是不是 就是说我给这个电容啊 我反向冲 我就能把你这个下正上负的电压 从一致你冲回到什么 上正下负吧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重新冲回到上正下负 电容放电不是说吗 实际上 实际上 C1自身 你看我一讲了 实际上 C1自身的下正上负的电压 及内部的电流 是不能通过T1发射 也释放的 你根本释放不出去 那么C1内部的电能呢 是通过R1消耗表的 就是R1小的 实际上就是C1里面的电 是从这过来给他充电 给他充煤的 反充充煤 当充到上正下负达到0.5伏的时候 T1是不是就完全倒通 而T1又恢复倒通 不说完全 T1又恢复倒通 T1恢复倒通 T2是不是又恢复倒通 B点的电压 又刚才的下降 又重新变成了什么 是不是上升 又开始上升 B点电压一上升 又来劲了 你B点电压不上升吗 跟这个电容是不是又串联了 又鼓的T1完全倒通 T1完全倒通 是不是T2也完全倒通 T1倒通增强啊 T2完全倒通 B点电压要上去了 那它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的震荡 来来回回的 这个呢 就是整个震荡剂 不停的通电断电 这喇叭 为什么会不停的通电断电 通电断电 就是这么造成的 通电断电 然后啊 你们你们的问题 我一会一起解答啊 因为你这中途老解答 给给思路正确的人都给干蒙圈了 首先啊 我先问一下吧 如果我这段开 这块段开的话 这两点段开啊 这个电阻呢 为三机关提供天指 三机关倒通 轻微倒通 然后这个倒通 实际呢 这是一组放大电路 对吧 这个位置是放大电路的输出 这个位置是放大电路的输入 啊 这个B点是输出 A点输入 什么叫反馈呢 看好了啊 反馈网络 从此诞生 将放大器的输出 通过反馈网络 哎 这叫反馈网络 我先画的 这叫反馈网络 引回到输入 看吧 把输出通过反馈网络 这俩件 这叫反馈网络 引回到输入 一旦引回到输入 这就构成了什么 啊 构成了一个反馈电路 啊 反馈电路 哎 那么构成反馈电路之后呢 就改变了这个放大器的续呢 现在引回去的这个反馈 叫做正反馈 什么叫正反馈呢 就是你强 我会让你更强 啊 你弱 我会让你更弱 说怎么是你强 我能让你更强呢 你看一下吧 啊 强者 我让你更强 弱者 我让你更弱 这种现象要正反馈 那正反馈怎么做 就是在整个放大器的这个圈圈里头 啊 就把这个反馈网络的线 你任何一点你能断开 比如你把这点断开 你往里加电 你看回来的 是不是增强的 是不是跟你同向的 什么叫同向 比如说你加正 你看是不是回来的啊 回来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就叫正反馈 你比如说你给他加正 加正是不是电轴加大 他是不是导通增强 他导通增强 他是不是导通增强 他导通增强 B点电压是不是上升 B点电压上升 回来的是不是也是正 看见吗 就是你给一个正 他回来的还是正 这就叫正反馈 啊 就是你强 我让你回来的 我还让你更强 就是我再给你回个墙回来 就是正 我再给你回个正回来 直接叫正反馈 懂了吗 老实讲的也明白吗 就是你把这个反馈网络 你给他断开 啊 你断开哪一点都可以 啊 你给他断开 然后你随便给一个点加电 啊 你肯定的加 你比如说我加负啊 看到 比如我加负 这块导通是不是就弱了 是吧 导通弱了 这个是不是导通就弱了 导通弱 B点电压是不是降低 降低这点电压 就是不是负 是吧 对不对啊 就是你强 我让你更强 你弱 我让你更弱 好 那么现在呢 老师开始回答各位同学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这个课程呢 今天的主课就算讲完了啊 听懂的 现在呢 你们就可以实践了啊 实践的时候老师跟大家说啊 这块呢 你可以加一个EK的电阻 你可以加一个啊 如果你要是搁三幅 你不加也行啊 你不加也行啊 你加一个啊 然后喇叭用哪个喇叭呢 用咱们那个录音机的喇叭 咱们不有个收音机吗 啊 用收音机的喇叭啊 有你喇叭 这个电阻呢 他控制了什么东西 他控制了这个电容 充放电的速度 啊 用充电 啊 就是充电 瞬间 从这过来电流 是决定充电 B点电压上升 从这过来 也是往电容用一次充电 对不对 啊 用一次充电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电容决定的充电快慢 啊 电阻电容决定充电 充电快慢 就决定喇叭震荡频率 啊 啊 注意了啊 注意这个事 啊 注意这个事 喇叭是养不明吗 喇叭通下电 断下电 通下电 断下电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 通电断电 通电断电 不就是不明吗 啊 是不是 12伏啊 12伏不行 12伏的应该有点高 啊 12伏的话呢 你这个位置 你好像你得加到40吨 47k 比如你加了47k 啊 47k 啊 然后你再试试啊 尽量不要用12伏 用30伏 那小电池又不是没有 再一个你还有可调电源 你是不是有可调电源 另外啊 我还得说一下 你们实习的时候说一下了 通电喇叭不响 马上就断开啊 如果一通电喇叭不响 马上就断电 啊 如果你一通电不是嘶嘶响 啊 你就一通电 不是这动静啊 不是嘶嘶响 啊 马上就断电啊 不断电喇叭就坏了 啊 因为震荡没起电 喇叭长时间通电不烧了吗 所以准确点啊 老实告诉你 三伏那是最完美状态 啊 三伏是最完美状态 即使你做错了 也不容易烧 也就是这个电路通电不响 马上就停 啊 记着 你做电路通电要不响 马上就停 啊 不早说 那我讲课的时候 你去做做做电路去了 那愿想要 啊 上数学课的时候 你写语文作业 是不是啊 上语文课的时候 做英语 上英语的时候 做数学 好了啊 老师再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过程 嗯 这有笔 来 就他了啊 老铁们 老师给你们讲讲过程 电容怎么选的 电容决定了啥 说吧 电容决定了什么东西 用你们 这个 通明的小脑瓜 想一想 对嘛 看好啊 首先啊 通电的瞬间 老师也给你画啊 这是电池 首先呢 通电的时候 是这么通的 通电瞬间 这是10K 然后一个电容 然后一个1K的电阻 然后是喇叭 通电的瞬间 是这么通的 看着吗 你们等一会儿啊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没有0.22 违法的 一违法电容 有没有 啊 一会儿 一会儿电容 有吧 频率就是慢点 呗 好吧 这个时候呢 收好啊 通电瞬间呢 因为这个电容 是短路的 它实际等于什么呢 嗯 通电瞬间啊 这个电容等于短路的 它实际等于是 10K电阻 通过1K电阻 通过喇叭 入地 这是10K 1K 喇叭 喇叭是8欧 啊 这么入地 这电路是这么来的 问你这点电压几幅 问你的是这点对地的电压几幅 你说几幅 那 也就0.3幅呗 是不是0.3幅 这会儿知道了吧 哎 有些人就算了 0.27 啊 从45路 0.3啊 他0.3幅 是这么大的 然后呢 这个电容啊 因为它有电流流过 这电容是给充电的 是不是逐渐从上凳下腹 对吧 嗯 这个0.3幅的电压 开始上凳下腹 这点电压从0.3 是不是越来越高啊 啊 但是这个位置是个三级管 三级管这头是接地的 啊 他就往这头接地 你就这点的电压 你再升 你能升多少 这点电压 再升 再升 这点电压 你就再升 你这块不就是这个二级管吗 是不是 哎 也就0.5吧 也就现在这幅图这个位置 这 到这 加了个二级管 入地 你说你这升 最高能升多少 不就升到0.5幅吗 哎 0.5幅是前位了 你再升 升不上来了 对吧 对 当这点电压达到0.5幅的时候 啊 这点要达到0.5幅时 三级管开始导通 这个三级管导通呢 导致了上面这个三级管导通 好反了啊 前达到0.5幅时 上面三级管导通 开始有电流往下流 啊 也不是啊 这个电流从这 开始这样往下流 这些电压是不是出现了 啊 上正下副电压出现了 这时候这个正电压 开始通过这个电阻 跟这个电容串联 然后这样入地 是不是 正电压 经电阻 经电阻 串联 经二级管注地 你想想 这电流是大不大 啊 从这锅的电流是大不大 你想 这一路电流是大不大 那肯定大呀 是不是 你这一路电流大 这三级管导通是不是强 导通多强 最高就导通到三幅吧 你还能到几幅 是不是 最高你就到三幅吧 因为你电源电压是三幅 你完全脑腾就三幅了 啊 是不是 然后你这三幅经过电阻 经过电容 经过二级管入地 你想想 你冲到的电 你冲到变成下正了 上幅了 是不是 这电容你是会冲成2.5幅了 啊 这电容又冲成2.5了 下正上幅不就2.5吗 啊 你看 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三幅一直维持的时候 这个电容充满电以后 这个电流就没了 啊 这电容它有充满电的时候 一充满电 这电路就断开了 就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三级管导通就弱 它导通弱 它就弱 啊 它一弱了以后 这三幅电压就下降了 哪怕你下降到2.9幅 咱们别说你别说你三幅 你哪怕你下降到2.9 我这个电容里面存的可是三幅 是吧 你这时候你2.9 我这时候三幅 那我电不得从这 往这头 不得往这头跑吗 啊 是不是 你我这边电压高 这边电压低啊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电流往这头跑的时候啊 负寄在地 负寄在这呢 电容的负寄在这呢 啊 那我的 我的正在这 只能经过地 然后经过这个地线 往上走 然后往负走 是不是 往负去 也就是啥意思呢 我再给你画一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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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画一遍啊 大家都在这 是不是 我看你画一遍啊 你画一遍啊 我看你画一遍啊 我看你剥的 没 Patriot 我看你画一遍啊 你画一遍啊 我看你吗 我看你画一遍啊 知道 我看你画一遍啊 是这样 因为我这电容是下证上副啊 这里面存在2.5伏线一样 那么我的正级通过这过来 经过喇叭入地 然后呢 我把这个正呢 我加到这儿 然后呢 我副在这儿 我这头加了个副 那这三级管马上就返天了 返天三级管是不是就不通了 对不对 三级管就不通了 下证上 这边正这边副 三级管肯定不通了 不通你喇叭就断电 断电我就变零服了吗 零服了 然后这电容里面 这个下证上副电压怎么没的呢 他就把下证上副电压干没他 怎么能干没呢 正级通质出发 给电容重新再充 因为你这个毕竟是零服了 我这样过来再给你冲 再给你冲 慢慢的给你这个电容里面电压干掉 给你干没他 重新给你冲回到上升下副 再达到零点五服时 这时候为三级管提供偏执 三级管开始导通 三级管开始导通 那么这一导通之后 再拉着PNP导通 再拉着PNP再导通 导通之后电压再上升 只要电压上升 你记着 哪怕你上升只有零点衣服 从这过来的电流 都会跟电容串联 因为电容这边是下证 算是上证下副 只要这电压上升一点点 都会跟电容串联 然后加大这个电压 是不是 电是怎么消耗的不懂 我问你个事 你现在有一个电瓶是这样的电 看好了 这个电里面是12伏 然后呢 你现在呢 有一个电容 这电容是下证上副 里面也是12伏 我问 你这个电容 下证上副的12伏 往这个电池上一怼 所以里面的电量 怎么办了 这个电容的基础 会变成什么样 说吧 你想想 这个电池 是不是会给电容充电 是不是充成 上证 下副 把你的电力 把你内部的电力干没一趟 重新干成上证下副的12伏 对吧 你干反转的 是不串联吗 是让我串联的 串联的 还有啥问题 电容里面怎么工作的 来 现在咱们再回到基础知识 看电容怎么工作的 电容里头 有什么东西 这个不方便 我就回答你们的问题 现在开始 看电容如何工作 这时候看到基础知识 不够用了吧 老铁们 电容有啥呀 没你跟炫哥的故事 是不是给忘了 嗯 是吧 就得回复从前的故事了吧 嗯 说呀 这个 都是美女 都是空穴 都是原子核 原子核 带什么电呢 带净电 电子带什么电呢 带负电 然后这是个电容 电容 比如它有电 那有电的这个电是什么 比如它是下降上负 比如这个电容 里面电是下降 上负 电容里的电啊 什么电池呢 是上降 下负 电容里面的是下降 上负 这个看懂吧 电容里的电是下降上负 现在画了这个示意图 看懂吧 看懂了是吧 好 这时候你往上一接 你说是串联了 的确串联了 啊 这时候电子大量的 无力无的往这边冲 啊 把你电子往这边冲 跟疯了一样啊 帅哥见美女 跟疯了一样往这边冲 啊 你说要多疯狂 要疯 要多疯狂就有多疯狂 啊 往这边冲 冲到这头的时候 这正是不就没了 然后这边全美女 这边都帅哥 帅哥怎么办 帅哥也疯狂一样 往这边冲 哎 把电子都冲到这头 都冲到这头 都冲过来啊 是多疑的电子 刚才我画那是多疑的电子啊 都冲到这头 全冲过去之后 这里面是不是就不成电性了 是不是首先 先把这里面电线 跟这个电池先放掉 放掉是不是不成电性 对吧 他得是这个过程啊 然后啊 然后咱们今天再说 这边毕竟美女多 这边毕竟帅哥多 这边帅哥一瞅 这块毕竟还是有美丽 这边帅哥不得继续往这边跑吗 呜呜就往这边跑 哎 帅哥继续冲啊冲 冲啊冲 这边毕竟美女多 这里面这帅哥也得继续冲啊冲 冲啊冲 这课我跟你说老实讲的课不是白讲 啊 你看我跟着画圈似的 电容这会儿不重生残了 这不又重回到上层下腹了 这不里面东西就没了 原本下层上腹 去做一下实验去啊 自己做一下实验 拿一个电容 比如说你是一个下腹上腹的电容 里面先让他有电 然后呢你往电池上一怼 往电池上一怼 那么这时候电池呢会把他的能量全都往电容上施加 他首先会把电容里面的电给你干掉 然后再给你往里补充 给你重新冲回到上层下腹 好了 这电容就是充电的吗 电容啊 偶合 旁路 退友 潮路 自己 充电 啊 放电 啊 背压 定频 啊 这个自己 电容老多老多作用了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电容起的 是不是定频的作用 他起的定时的作用 是吧 这个电容啊 是定时作用 除了定时之外 这个电容除了他有定时作用之外 啊 他也是负反馈网络 正反馈网络中的一个原价 他也是正反馈中的一个原价 老铁啊 电容好好写 能讲那么简单 像你的名称说修油嘴治百丁 那喷嘴一猜 这里面有啥呀 就能几个铁片呢 有啥呀 你修一个试试 对吧 从上面一瞬间 会不会有一部电流 从T1G进入地 叫李德鑫同学啊 他入地的条件是啥 他导致的条件是啥 你告诉我 有一部电流经过二机管 入地的条件是啥 通管怪这些电路里没有啊 条件是0.5 好 我问你通电瞬间他有0.5 您说吗 没有 没达到0.5 还能跟他有什么关系 通电瞬间跟他一毛钱的关系 通电瞬间就这条电路是有用的 电容啊 选有极性电容啊 有的人问电容选 选啥电容啊 你可以选这个啊 你可以选异为法的电容 哎 一微法电容啊 你可以选一微法电容 然后正极朝上 一微法电容正极朝上 你可以选择104 这是不是0.22微法 0.22微法 你选104可以不 嗯 104是多大 告诉我104多大 你们一会我过去删你们去 104多大 0.1微法 0.1微法 嗯 俩104并联是多大 0.2微法 那我再问一下呢 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定频 那么就声好不好听 说话吧 对不对啊 啊 是不是 啊 是不是声好不好听 另外这个电阻 跟这电容 是不是 形成了一个定频电路 就是这个电容 充电放电 是不是都跟1K电阻 有关系啊 你改变1K电阻 能不能改变银银 是不是也能改变 你一开始给它变成100欧 你试试 有的 改100欧试试 电容最大气多大啊 是这样啊 如果你要电容大了呢 它这个喇叭是这么响的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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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想啊 如果你要是喇叭呢 要是这个电容 要是稍微小点呢 就大大大大大大大 就这样想啊 哎 如果你要是再小一点呢 这个大大的声就连起来了 再小一点 银银就起来了 嗯 无极贴片可以吗 可以啊 哎 反正你电容要大了啊 那就大 然后大 然后大 啊 就这个效果 啊 就这个效果 啊 注意啊 电压一定要注意到三伏 变成高了 整高喇叭很容易换 哦 我先告诉你们 而且通电喇叭不响 马上就断电 找原因 哦 通电喇叭不响 马上断电找原因 哦 老师现在油嘴不好干了 是吧 哎 但是我跟你说的意思是啥呢 油嘴啊 你没学之前猜开一看 哎呀 就这点东西 但你猜开整上 你会发现它里面很深 啊 但是呢 它那个深度不够 啊 深度不够的导致了很多人都能干 啊 很多人都能干 那是块肉啊 那谁不去抢啊 是不是啊 说2596可以吗 同学们呢 我都教你们做电路了 你们那个 那个那个条压电路呢 啊 这条压电路 白给你们用的 我问你 老师教你们做这条压电路 是白给你们做的 说这玩意就用一次就完事了 就扔了 说不在 说这个电路是干什么 就是让你调电压的 你把它调成三幅 然后供给它就完了呗 就供给它就完了呗 看 你让我回这儿吧 喇叭原理一讲一下 都不懂啊 看见喇叭里是线圈吗 他们看到这线圈 见圈通电 在磁铁里面动它 这也知道吧 喇叭不分正负极 喇叭不分正负极 这不是喇叭吗 对黄色这一只电容 104 这就是104电容 看什么 看什么104电容 我喇叭不行 我这多少欧的 那我试试来 咱就捋你喇叭来 试试 哎呀我拿走了 好了 对那喇叭让我拿走了啊 收音机里有喇叭 ok了啊 今天那天就这样 纸盆动是为啥呀 线圈一振动 带动线圈振动 带动纸盆动 纸盆振动 推动空气振动 空气振动 推动你耳膜振动 耳膜振动 敲动你神经振动 神经振动 信号送你大脑 所以你就听到了 就这么着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